1972年今日本港在連場暴雨下發生山泥傾瀉和大廈倒嵐的慘劇 超過140人死亡 這場是令港人難忘的六一八雨災 慘劇首先在觀塘深厚平安置區發生 當日大約中午時分數以敦計的山泥急射而下 將那裡一個安置區的七十多間母屋全部覆蓋 慘劇發生後 港府各部門立即動員組織聯合拯救隊伍 展開發掘工作 當工作人員的注意力集中在秀厚平時 港島半山區寶山道又發生更驚人的山泥傾瀉 由鋼筋水泥建成的十二層高玉和大廈 在數以敦計的泥石衝擊下整座倒塌 由於災情嚴重 港府採取全面緊急措施 進行搶救和善後工作 兩次災場差不多要半年的時間 才能夠完全清理 失望病方面有七十幾個人喪生 而玉和大廈就有六十八個人來難 港府時候成立雨災調查委員會 調查慘劇的成因 中國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在1979年今天召開 總理華國鋒在發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 承認中國是1978年所行的經濟政策目標太大 因此要在1979年開始的三年之內進行經濟調整 華國鋒並且打破過去的慣例 首次發表連串重要的經濟數字 這次會議又通過廢除地方上各級革命委員會 恢復民革前的地方人民政府體制 會議又通過七項法案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 以及中外合資經營法等等 九港鐵路在1991年今天發生意外 大學站和大埔站之間長達一公里的電纜 在早上八點多中被扯到地面 鐵路交通因而中斷 後來逐步分亂通車 到晚上八點多才全面恢復 由於當日是四天連續假期的最後一天 由大陸回來的旅客非常多 人群爭著湧上鐵路公司安排的巴士 情況非常混亂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